继父看着继女曼妙的身姿 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而继女明知继父对自己心怀不轨 还故意对她搔手弄姿 结果不仅逼死了母亲 也祸害了子孙三代人 18岁的小莫青春靓丽 父亲去世后 给母女俩留下一套两层的小莫 和照相的营生 生活虽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衣食无忧 于是少年不知道愁滋味的小莫 常常沉醉于电影里剧男美女之间 痴痴的爱情故事中 幻想自己能拥有电影里 那般甜蜜心动的爱情 与当红小生高先生 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全然不知生活的琐碎和艰难 这只是每一个少女都做过的梦 只不过她漂亮的颜值 吸引来一个孟先生 孟先生以小莫很有天赋 为由邀请她演戏 可实际上小莫除了一张脸 就一无是处 导演数次想打断她别角的演技 可耐不住小莫是金主爸爸 孟先生推荐的 导演也只能让小莫担任重要角色 小莫为自己的明星梦 实现而兴奋不了 拍电影这种事情 不是什么正经 母亲想说 孟先生是对小莫心怀不回 可看着小莫正沉浸在喜悦中 什么也听不进去的样子 母亲也就不再演你 在孟先生的刻意安排下 小莫每天晚上都要拍戏到很晚 孟先生就帮她租房子方便休息 这让小莫很是忐忑 别害怕 这是很安全 在这儿休息 明天早上我来接 看着孟先生准备的酒店豪华套房 真撕睡群和茉莉花的香水 小莫很快就沉浸在孟先生营造的金屋 母亲上门对小莫的夜不归宿心事问罪 可小莫还是相信孟先生是好的 各种诡辩地把母亲气疯了 那天晚上小莫为了讨好母亲 特地让孟先生送自己回家 可你永远喊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小莫只是向征信地敲了几下家门 母亲没开门就让孟先生送她去酒店了 小莫早已沦陷在孟先生的温柔陷阱 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甘于平凡的能力 他有一种很多人都有的迷之自行 孟先生哪怕是坏人 自己也能用爱让他改邪规则 这一天孟先生找上门来 送上一本小莫当封面的杂志 告诉小莫他已经死了 看着自己的明星梦已经实现了 小莫想给这个成就自己的男人全部的爱 而在孟先生眼里 这颗青色的果子终于到成熟的时候 于是他们很快地办事 当小莫沉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巅峰时 意外发生了 他竟在大厅广众之下运筒起来 下面的女演员一脸的幸灾乐迷 他知道小莫完蛋了 孟先生知道自己一发入魂后 对孩子的处理和小莫有了分歧 只是玩玩的孟先生当然是想除掉孩子 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的玩乐 可是小莫却想留下孩子 一是害怕手术的恐惧 二是想用孩子来拴住孟先生 可这个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听话 不要拴小孩子皮静 这个手术 别走不可 面对孟先生的苦苦相逼 小莫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幸好这时护士端出染血的纱布 以及传来的妇女哀嚎声 小莫顺理成章的装作害怕跑了 而孟先生直接把车门给锁死了 跟我进去 周大夫在等你 有话 帮我回去吧 救救你了 救救你了 或许是怕事情闹大 孟先生在给小莫一晚上的思考时间 在外面对小莫各种圈勇 可小莫因为恐惧和想拴住孟先生 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 直至孟先生的离去 小莫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就是在超级有钱的海王面前 永远都不要高估自己 第二天小莫一觉醒来 发现小鬼子已经进入上岸 小莫着急地跑到片场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女演员幸灾乐祸地告诉小莫 孟先生昨天晚上就变卖家产 带着所有的钱逃到香港去 看来把小莫当雷坠地甩了 小莫愤怒地把真撕睡衣撕成碎片 似乎是想把孟先生大谢八块 乌漏偏逢连夜雨 工作人员上门催脚房钱 小莫好奇地问房钱不是交了一年吗 自己才住了半年 您住进来之前 另外一个女演员 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了 小莫崩溃地在床上大哭起来 为了孟先生这个海王 自己可谓是亲戚所有 可孟先生终究是负难 看着枕头上曾经躺着另外一个人 小莫直接把枕头丢在了地上 小莫对自己的行为第一次有了一丝的悔 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可施 离开酒店时 他带走了代表明星孟的海王 代表孟先生的茉莉花味香水 对于那个辉煌的过去 他并没有死心 因为无处可去 小莫只能选择回到家里 此时家里一楼已经改成瘦一点 对于她的回来 母亲的眼里充满了嘲讽 似乎是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小莫也对母亲的眼神熟视无睹 母亲骂他几句反而还要顶嘴 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出在了母亲身上 回家的小莫没有选择堕胎 而是日复一日地给孟先生写信 然后把玩着孟先生送的香水 再等孟先生因为孩子回来接他 看不下去的母亲让他进屋子拨抖 他未婚先孕的行为是伤踪败损 影响他再次嫁人的 最好连接生都是在家里接生 很快久等孟先生不来的小莫 发现自己错了 不过错的不是爱错的 而是不应该把孩子留下 孟先生是因为孩子才不要自己的 孩子导致他的梦想破灭了 好比人生也毁灭了 小莫深陷负面情绪中 也不愿意走出来 所以孩子出生后小莫都是爱答不得的 孩子因饥饿而哭的震天响也不管 只知道吃自己的东西 甚至孩子都快一岁了也没有名字 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着一切 母亲把小莫寄给孟先生的信再次拿回来 小莫熟练地将信件撕得粉碎 母亲说孩子长得多喜气 尤其是孩子头上的红色太紧 表明他们一家都是红韵当头 孩子以后肯定跟小莫一样漂亮 这番话仿佛触动了小莫的恻隐之心 从那以后 小莫开始照顾孩子的吃喝 但仅此而已 而母亲也找了一个理发师作为余生依靠 可这个理发师不是什么好人 经常看着小莫曼妙地身姿流口水 吃饭时趁母亲不在 会经常用脚去吸引小莫 在理发师看完 小莫的经历跟风尘女子有什么区别 起初小莫受不了她轻浮的举动 将她臭骂一顿 而母亲不知前因后果 反而阴阳怪气地批评起 小莫和理发师的关系 面对母亲的指责 小莫没有多做解释 有一天母亲不在家 理发师来给小莫做头发 期间没少想伸出闲猪手 可理发师也是老爽了 拿起小莫的明星梦说是 很快就击溃了小莫的各种方向 在他们快要乱来时 母亲及时地发现并报答理发师 他在嘲笑自己遇到梦老板 就好像遇到这个好色男人 小莫因为挫折不仅陷入负面情绪 还嫌弃自己 厌恶男人 恨自己也恨身边所有周遭的一切 理发师走时 偷走了母亲最为看重的金戒指和手表 想让小莫给他要回来 小莫一脸嫌弃地说自己的东西自己 看到小莫还是一如既往的百万 母亲的心里很是绝望 还没走出封建的传统女性都错误认为 幸福是建立在嫁一个好男人 靠男人给予的 如果没有 那么这辈子也不可能幸福 可这种观念才是女人真正不幸的一生 于是母亲无法接受 女儿被教育成人尽可夫的母样 自己亲其所有的理发师 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 绝望的母亲跳黄浦江自尽了 看着母亲的遗物 小莫悲痛万分 人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母亲只留下一封孩子还没有名字 就以历历为名 惯他之幸 这样也算祖孙三代有一个联系 看完信的小莫弄冲冲地冲到理发店 抢回来母亲的金手表 还打了理发师两巴掌 两戒耳光换两戒指 你讨大便宜了 王八蛋 小莫抱着孩子往家里走 或许是母亲的事去让小莫重新振作 放弃所谓的明星梦 虽然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渣男 但也算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时间一转眼来到18年后 女儿正在洗澡时 要父亲递给她毛巾 还顽皮地把水拖到她的身上 母亲看到之后 敏感地将丈夫推开 威胁女儿不准再靠近父亲 这个奇怪的母亲便是小莫之女丽丽 20多岁的丽丽一样青春明媚 骨子里有着母亲年轻时喜欢畅想的影子 但更多了一些执着和反叛 其实丽丽的成长环境和小莫差不多 单亲家庭导致从小母女关系不好 甚至比小莫年轻时更惨了事 她从小听惯了旁人对母亲的疯言疯语 也亲眼见过母亲和外婆的男人在一起 丽丽很厌恶自己的母亲 想成为和母亲完全不一样的人 一个极其震惊的女人 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或许是没有得到父母之爱 丽丽太想要获得爱 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 读书时她看中阳光上进的小伙邹结 她是全校唯一的岛月 思想觉悟高还成绩很好 但是两代长辈的经验告诉她男人不靠谱 所以丽丽观察了邹结很久才开始倒追 而一道追就是全力以赴 很快邹结就沉浮在她的石榴裙下 历史仿佛是一个轮回 小莫因为自身经历 开始担心丽丽会不会否驾飞人 你连她家境都不知道 就跟人家好了 然后两个人又像先辈一样大吵了家 最后小莫让丽丽带邹结回家看看 母亲对邹结的面相很满意 说她长得跟自己昔日的偶像 当红演员高先生一样帅气 可这句话让邹结很是不舒服 我不喜欢什么电影明星 他们都好吃懒做 是资产阶级的寄生虫 这番话让曾经是明星的小莫很高堪 气氛一时间冷却了下来 丽丽连忙用脚事一邹结快说好话 不过小莫率先开头地为自己找到 寄生虫也不是这么容易好当的 知道邹结一家都是工人阶级 自己是第一个有文化的女后 暗讽了一下邹结他们 就这样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丽丽想去追回邹结却被小莫拉脱 说邹结这种没礼貌的人绝对不能要 明天就去跟邹结断了关系 我给你 走错一步 后悔一辈子 小莫表示世界上的好男人多的是 可以慢慢挑 千万不能随便和男人好 免得像自己一样走错一步 后悔一辈子 而且丽丽和邹结们不当负不对 生活习惯让他们根本合不来 但丽丽想也不想地拒绝了见语 在不被祝福的状态下出生的她 没有父亲 母亲也不爱她 觉得因为她才毁了自己的名姓吗 好不容易得来的名字还是外婆拿命换的 丽丽从来没有尝过爱的味道 邹结的爱是她的全部 她不可能离开 于是丽丽为爱私奔地跑去找邹结 哭着说自己和母亲吵架和无路可走 直男的邹结说这有什么可哭的 你离开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好事 干脆住到我家来吧 丽丽又摇头说那点钱 不明不白地让人说闲话 邹结想了想说 那你住到我姐姐家里去 这样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丽丽表示可以是可以 只怕时间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丽丽自然是各种嫌弃 而邹结在婆媳关系中选择逃避了时 当丽丽洗衣服不小心弄伤手指而掉眼泪时 婆媳矛盾越发的激烈 擅长逃避的邹结能想到的就是 当丽丽洗衣服来减少摩盾 丽丽忍无可忍地让邹结跟自己回家 可邹结嫌弃小莫的资本过去而不想去 最后丽丽只能一个人回到家中 小莫用过来人的眼神看着丽丽 就知道你会回来 对于女儿的回来 小莫摆烂地认为女儿是重蹈复制 想着劝丽丽重新找一个嫁了得 却没想过丽丽是自己要回来的 跟自己靠山山道的情况不一样 而且邹结明显跟孟先生不一样 过了没几天 邹结就搬东西来小莫家 憨厚老实地跟丽丽道歉 让丽丽一阵高兴 自己总算是没有选错人 一旁的小莫也觉得是自己错了 女儿是对的 她的选择是对的 可兴奋进过去的丽丽发病了 她之前就因为邹结没有跟着自己一起走 被抛弃的害怕感变得强烈起来 现在因为邹结回到她身边 那份恐惧转变成强烈的占有欲 于是对邹结的一切行为都充满了怀疑 甚至怀疑她和小莫有不轨的关系 有前车之鉴的小莫不得不防 小莫喜欢把邹结当偶像的韩小高 人家乱叫你名字你也不管啊 什么小高啊 邹结 小莫用旧杂志给邹结讲解以前的旧上海事 丽丽就通过封念杂志是小莫画像 怀疑小莫是故意想测诱邹结 甚至产生了幻觉 梦见小莫闯进来和邹结亲亲我我 丽丽在越来越严重的患动患事中 错误地认为真正要留住一个男人 医生对她不离不弃 就是能生一个孩子 孩子才是维持两个人幸福的核心 可丽丽好几年都没有怀孕 医生说是身体原因 当她得知自己不能生孩子时 害怕爱不能长久 果断地提出离婚来拒绝被抛弃 邹结表示不同意 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第一位 有没有孩子是一样的 时间长了就不一样 我们不能永远都没有孩子 在丽丽恐惧的描述中 邹结也开始犹豫起来 直到她在镜子上看见丽丽的遗书 急忙冲进房间把割腕的丽丽送往医院 邹结问她为什么要自进食 丽丽表示怕没有孩子 他们的感情会随着日子一点点变态 最后只剩下怨恨 憎恶地离开对方 这是一种情感绑架的方式 她以此告诫邹结 她失去她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她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寻死 永远活在她脑海里 万幸邹结是真心喜欢丽丽的 她跟丽丽提出了领养的想法 丽丽答应了 他们领养了一个名为阿花的女孩 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 但丽丽的偏执和猜忌却从来没有方向 而邹结还是逃避地没有让她改变 她从始至终并没有想要离开丽丽 却不知不觉开始了精神上的被折磨 一转眼阿花已经13岁了 出落的婷婷欲立 这让丽丽又旧病复发了 怀疑邹结对阿花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来报答 拿着洁白如新的床单 指责邹结做了坏事 不堪重负的邹结让丽丽安静一点 你自己做的好事 你还叫我安静 你看 都是你看的 丽丽歇斯底里的指责邹结是禽兽 还说要去告她 在内地多看美女几眼 都会被流氓最判刑的年代 早已不堪重负的邹结为了维护人生 选择卧轨身亡 丽丽也彻底崩溃 不停地哭喊只是想吓下邹结 最后丽丽跟着火车一直走一直走 从此下落不明 小莫告诉阿花 你妈妈是去找你爸爸 你爸爸是被冤死的 她是个好人 阿花经历了父母的悲剧 又在小莫的熏陶下长大 她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被渣男抛弃的女孩临陈在一起 连帮忙送她去医院的人都找不到 摔了一跤后更是连步行都做不到 只能在大街上 自己给自己介绍 这个可怜的女孩就是小莫的孙女阿花 阿花在小莫的呵护下长成了独立 善良 勤劳的大姑娘 和母亲历历年轻时一样漂亮 一样倔强 但多了一份知性和乐观 又能吃苦耐来 在下乡的过程中结识了准大学生小莫 因为有邹结的诸玉在前 小莫对男人也不再那么抱有敌 但听到小莫要去兰州读大学时 小莫的脸上露出不悦 之后让阿花和小莫赶紧分手 十个异地九个分 而且小莫一看就不是痴情的人 但阿花狠酱地和小莫偷结了婚 阿花到火车站送她 阿花再次嘱咐小莫 自己之前可以劝她少抽烟 现在小杜只能靠自觉了 到学校不要抽烟了 小杜委屈巴巴地说 一个男人连烟都不能抽 算什么男人啊 阿花只好劝告小杜说 你抽掉的不是烟 是我们的家具 电视机 还有你的学费 等你毕业了 我们的家安置好了 你再抽 阿花收完地给小杜两条烟 但她抽完了就不许再抽了 可这个怎么可能呢 之后的日子里 阿花白天上班 晚上直忙馨地给小杜挣学费 就期待小杜回来组建新家庭 这让小莫很是心疼 感叹这孩子怎么没有遗传 还这么倦 早点放手不好吗 正如小莫预料到的那样 小杜去学校以后 很少寄送信件来 暑假也不愿意回来 阿花就像先辈们一样在窗口 日日期盼那个人的到来 不知道阿花已经结婚的小杜 为了不让阿花泥浮身险 给阿花介绍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阿花在忍无可忍之下 告诉小莫自己结婚了 小莫好像受了莫大的打击 只是喃喃地问了声 什么时候啊 然后就低着头回到屋里 很快四年过去 苦苦等待的阿花终于等回了小杜 那一刻她觉得 所有的等待和付出都值得了 那一刻她很骄傲 自己没有看错人 小杜不会辅负她 可小杜回来只稍作停留 不久就要跟外国女同学出国深造 虽有不舍 但她不忍因为自己 进入心爱之人的智晓和梦想 可小杜这一去不但不回来 甚至还寄回来要离婚的信件 小莫偷偷看信后崩溃了 离婚不是什么大事 问题是此时的阿花已经怀孕了 为了不让阿花受到被背叛的伤害 她担当恶人的让阿花必须和小杜离婚 并且马上把孩子打掉 不要像自己为了不值得的人生孩子 把祖辈的悲剧又一次轮回 生孩子是人生大事 我自己 就是走错了一步 错了一辈子 这不一定是错 如果你不走这一步 也许会更糟糕 阿花如此绝强 小莫只能违心地说 如果当年没有生下利率 自己说不定会多风光 小莫被不知好歹的阿花气到重病在窗 阿花只好实话实说 她念念不忘的只有孟先生那个渣男 自己早就不做梦了 也从没后悔生下利率 只是后悔没有教育好利率 随即把小杜的那封信交给阿花 阿花知道小杜的变心后 第一时间也是想到处理孩子 可阿花很快放弃了 毕竟孩子是自己想生的 又不是为了那个渣男而生的 不需要走祖辈的老路 阿花准备回家告诉小莫这个决定 可此时的小莫早已嫁和戏曲 手里紧捏的香水瓶和烧毁的海报 似乎是想告诉阿花 自己真的早就不做所谓的明星梦了 对孟先生只有愚蠢地初恋 在小莫葬里的那天 小杜没有人心地让阿花去办离婚手续 阿花表示你应该知道怀孕期间 是不能申请离婚手续的吧 小杜慌了 阿花 你不用这事来报复我吧 阿花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只是笑着说你再来我家一趟 我们再做一夜夫妻的就分手 到了约定那天 阿花说着关于自己这些年等待的艰辛 吓得小杜全程战战兢兢的 晚上小杜熟睡时 阿花关几门窗 搬一个煤气罐来房间里 准备送小杜上西天 可刚打开阀门 肚子就因为煤气而剧痛不已 为了孩子 阿花连忙把煤气阀门关上 可还是因为动了胎气而血流不止 腹痛难忍地摔倒在地上 听到声音醒来的小杜毫无关心 流产了吧 没关系没关系 还好老天没有如了渣男的愿望 阿花的孩子成功保住了 事后小杜说自己其实没睡着 阿花表示无关紧要的 俗话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到了小杜这里不爱了 就全然没有了怜惜之情 这份凉薄终于让阿花看透了这个男人 痛快地和小杜离了婚 他们的事情到此为止 事后的日子 阿花一个人做好单亲母亲 为了使生产顺利 她在床上做安胎操 提前计算做出租 从家到医院的时间 把流程找了一遍 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 也是真心热爱的自己孩子 而小莫怀孕的时候 母亲问她打算如何生产 她只是心不在焉地说随便玩 对孩子的诞生丝毫不期待 两个母亲对待新生命的态度截然相反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半夜突然惊醒的阿花发现自己羊水破 她迅速拿起准备好的代产包冲出家门 想玩下计程车 可惜大雨倾盆的夜晚 路上悄无声息 没有一个人影 更看不到计程车 阿花只能一个人撑着伞 冒着瓢泼大雨徒步去医院 艰难地行走在雨中的阿花不小心跌倒 疼痛难耐地她想强撑着站起来 这个时候胎儿已经要出生了 她只能缓缓地拼命移到一个柱子前 靠着她 努力打开代产包 拿出毯子准备自己生产 寂静的半夜 大雨还是那样冰冷地倾斜而下 伴随着阿花撕裂般的叫声 胎儿落地了 当顺利生下孩子 完成心愿 阿花露出笑脸 与停止的那刻 我们随着阿花的笑容仿佛看到了希望 这时候远处出现了一辆计程车的闪光 故事的最后 阿花骑着自行车 载着她的女儿还有行列 正准备搬家到新的房子 她们兴奋地规划着房间的安排 就像是在规划着未来的名媚 阿花看向小区的滑滑梯 恍惚间好像看到自己的祖辈和年轻的自己 或许一代又一代的宿命 到自己这里就画上去后 本片名为《茉莉花开》 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 代表了女性在爱情中的成长史 从小莫 莉莉 阿花身上 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爱情中的变化与成长 小莫看似是因为有了孩子才毁掉梦想 其实也是选错了男人 同时又因依赖忘记不利 从而遭到抛弃 好在物质上还算有退路 才能在失去爱情后不那么多 可惜一辈子都没有走过来 临死手里还握着那个香水瓶 莉莉执着于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 也错在不信任 没安全感 为自己原本可以美满的婚姻蒙上英语 最终害了男人也害了自己 不过莉莉虽然爱的偏执 但至少勇敢 阿花抱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不限时幻想 而结尾阿花的转变 则代表女性完成了自我成长 勇敢地从一份失败的爱情中走出来 带着孩子坚强地活着 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从物质 都不再依靠男人 至此这个家族的女性的悲剧 将会彻底终结 三代女人 她们都为爱不顾一切 都逃脱不了或被男人抛弃 或被情感所累的凄凉命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时代在变化 她们也都在不断进行 不断成长 最终花开了 茉莉花开了 绽放出了最迷人的花瓣 恋爱中的女人置身为零 总以为只要全心全意地为对方付出 就可以善始善终 殊不知 爱情这东西根本就不是天品 一边的付出只会让自己陷入万丈深渊 和别人的不珍惜 祖孙三代都为爱情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可到头来 她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茉莉花开 一个多么美好的词语 却有着如此不幸的结局 其实不妨学学阿花的做法 阿花其实我们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女性 她们开始在职场斩露头角 她们逐渐都摆脱了传统对女性的疏忽 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不如意 努力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这才是所有女性的自救之路